我们今天下午最后一个时间段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道理 我担心了大家害怕听不懂 听得云丽雾里 因为对佛法的学习 它需要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 我再强调一句 也是我告诉你们大家的一个心法 从修行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要照见不要看见 照见的世界是客观的 看见的世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所以说照见比看见要重要的多 什么是法相呢 比如说我妙华 替着光头穿着和尚的衣服望着一坐 这个也叫法相 佛教里头表扬人说法相庄严 说的这个形象法相 然后在这里这个经文当中的法相呢 就是整个金刚经的文字语言叫法相 比如说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呀 讲薄弱呀 讲智慧 讲心性 这都是法相 但有言说都是虚望 他只是过河的桥 说我们大家呢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不要粘住在法相上面 一定要透过文字语言 误到文字语言后面的法性 这是佛想说的 因此呢 他就说四名法相 所言法相者 如来说鸡飞法相 法相也是空的 是应病欲要的 四名法相按了一个假名 佛教里头有自己的一整套的理论性的语言 有些人学了如学 或者是学了佛学以后 十股不化 我经常在我的博客上 在腾讯讲课的后面那个留言当中 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学如学佛的人 十股不化 和别人讲话的时候 心里头老是横着一把这个佛法的痴子 那个就是法相 一定在这个心性上要通达 这样才比较好 好 念一下三十二分 硬化非诚分第三十二 屈服地 若有人已满 无量阿僧请世间七宝 实验图思 若要善男子善女人 八菩提心诊 十云慈见 乃之四句祭本 受识佛圣 为人引述 祈服圣彼 云和为人眼说 不许一向 如如不动 何以非 一切有为法 如梦创浩仰 如路易如定 进入如世光 好 这一段经文呢 有两个法要 第一个法要呢 就是发菩提心 如果大家初次接触佛法呢 不知道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呢 就是发广大 就是发广大 清静 求觉悟的 求悟道的心 我们为了悟道 我们要去看经 要去打坐 要去持见 要寻师仿道 要去拜师父 拜庙 就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一个是为了自我觉悟 另外是为了度众生 如果你没有自我觉悟 你怎么去度众生呢 你自己是个瞎子 那你就会把别人 领到阴沟里头去 因此 这个发菩提心 要去度众生的话 自己首先要觉悟道 自己首先要悟道 无老道明明了了 福德俱诛 然后再去度众生 这个发菩提心呢 才能够成就 发菩提心的前面 有一个另外一个心 叫发出离心 通俗的讲 什么叫发出离心 就是对人间的这种 五欲的生活 不要迷恋 贪嗔痴慢一见 财色明是碎 对这些东西呢 要处理 就像莲花一样 那个花 是出无你而不然的 在人品上 在心性上 一定要像莲花那样 就是发出离心 发了出离心的 理论的核心是悟空 就是不沾染世间悟空 发菩提心的核心是入有 不舍一切就违发 为众生去讲经说法 注书离说 放生 持戒 这都是有为的 因此呢 这个是两端 发出离心 和发菩提心 像车的两个轮子 像鸟的两个翅膀 鸟如果是一个翅膀 就会飞歪了 所以说你经常会看到一些修行人 他发了出离心以后 他确实不爱名 不爱立 不沾染世间的五欲 他到树林里头一坐 到树洞里头一坐 也不讲经说法 也不和社会不来往 就他光发了出离心 没有发菩提心 那么还有世间的一些人 他谈不上发菩提心 他是迷一轮在世间 比如说又升官呀 又发财呀 把自己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啥忙 我为什么这么忙 我为什么这么累呢 因为他心里头没有到 因此说 这个发出离心和发菩提心呢 是鸟的两个翅膀 车的两个轮子 不可以偏废 按照佛法通俗的讲法 叫夫会双修 出离心是修会的 菩提心是修夫的 夫会双修 才能够圆满成佛 佛是很圆满的 佛是满月 佛不是半月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是儒儒不动 按照儒家的最低的一种心理要求 就是说 得之不喜 食之不忧 这就是达到一个心体的平衡 就是儒儒不动 佛教讲的这个儒儒不动呢 是误导了性空了 法性本空 本来就是儒儒不动的 就像海水本来就是平的 它起浪花 只是因为风吹浪起了浪花 浪花还是海水 所以你看大海每天都在起浪花 但是大海的水还是那么多 那就是儒儒不动 可以观海悟道 如果你们大家有足够的汇根 到海边上一看 这就是佛法 观海悟道 观连悟道 观云悟道 都可以悟的 可以悟的 不一定在经书当中 因此呢 这个大海和虚空 它不患到患失 这个道体 它就是儒儒不动的 那我们修行人呢 对于人间的这个称积毁育 名利兴衰 是非得失 尽可能要儒儒不动 当然这要慢慢去修炼 要超越名利的人 才能够儒儒不动 一般的人来说 我们做不到儒儒不动 别人表扬我们两句 我们立马就洗上眉梢 别人批批两句 我们嘴角就弯下来了 三个女人在一起 你表现这个 哎 这个美女穿得好 长得漂亮 另外两个脸上 立马就抽筋了 这个人间的这个心理活动啊 是非常微妙的 你说哎呀 那你讲这个道理 我明白了 我做不到怎么办 没关系 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心理道德的心理的最高指标 然后你慢慢的去修炼 就像那个轮舵和那个船一样 不容易架稳 但是你经常经常开船 风风浪再大你就不怕了 哎 这个要去炼 不是不是说一错而就的 这个后面这个技语 你们大家合起掌来 和我一起念一下 因为这是金刚经最后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给我们大家总结了这四句话 因为前面反说正说 常说短说 说空说有 说发菩提心 说不失 道理讲的很多 他到最后害怕你记不住 他就给你扎了个口 总而言之 你把这四句话藏在心中 每天去念 每天去悟 我想你的心里就能够得到 这个净化 你的心里 也会留出空间来 所以这四句话呢 应该去备会啊 好 和其掌来 何以故一切有为发 一拜爱气 何以故一切有为发 如梦幻泡影 如漏也如电 应作如是观 一切有为发 如梦幻泡影 如漏也如电 应作如是观 再来一遍 如梦幻泡影 如漏也如电 应作如是观 这是金刚经在最后 佛的尊尊教导 因为金刚经前面 从空和有正反方面 叫我们做布施 不要注意功德 讲空 又怕我们断面空 恶趣空 讲有 又怕我们执作在有上面 讲善 又怕我们执作与善法 讲了很多道理以后 把你听得云里雾里 佛在这个究竟考量以后 到最后把它概括为四句话 一切有为发 如梦幻泡影 如漏也如电 应作如是观 如果你有慧根的话 真的应该开悟 在这句话当中 是六个比喻 那么先告诉大家 什么叫有违法 我们世间的名利 就是有违法 凡是留下痕迹的 有挂碍的 有恶习的 有业障的 都是属于有违法 有形有相的 都是属于有违法 那么有违法的对立面是什么呢 是无违法 什么是无违法呢 有违是手段 无违是境界 有违是技巧 无违是智慧 有违是现象 无违是本质 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就行了 那么这些有违法 它有哪六种形状呢 如梦 一个人晚上做梦的时候做噩梦 吓得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心跳加速 醒来以后是一场梦 人生是不是一场梦啊 我想 如果没有这个经过大起大落的人生啊 没有经过生与死的考验 你不知道人生是一场梦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吊死鬼 不上不下 既没有大富 也没有大贵 既没有大死 也没有大活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人生如梦 佛在这里说 说人生如梦 那人生呢 也如炮 大概呢 现在全球的人呢 是这样 每一分钟有人降生 每一分钟有人死亡 一分钟有六个癌症患者 我们现在的抑郁症人群 大概都快将近一个亿了 就是人类的心理疾病已经很多了 但是在这个炮在这里讲的是生命的生灭 我们在地球上不感觉到 我们生个儿子就特别高兴 我们生个女儿就觉得哎呀 不如人 那你不知道还有很多人计划生育计划掉了 还有很多人根本就生不出来 这个生生灭灭就像天上下雨滴在水潭里头的泡一样 是个泡 泡里头是空的 但是外面说表现的是五颜六色的 佛在这里说人生如泡 人生如影 这个话的含义是非常深的 这个人生是像这个影像一样 这里头有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如果你们大家的学问做得很好的话 可以去学一下 那个苏格拉底有一个山洞理论 他说有一群人生活在山洞里头 每天靠着洞外微弱的光芒 看到山洞上自己的影子 他们一直生活在山洞里头 因此在山洞里头构造了自己的一个世界 然后有一个人 有一天他突然跑到洞外 跑到洞外以后 洞外的那种光芒刺着他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他很快慢慢的就适应了 适应以后他看到了绿树红花 他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广毛无边的世界 然后他回来给洞里的人说 说我在外面看到一个绿树红花的 蓝天白云的广毛无边的世界 但是洞里没有人相信 洞里人说 我们足足背背生活在洞里头 从来就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啊 说谜和物是两重天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煽动理论 这个煽动理论 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般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人 不知道这个理论在说什么 其实他说的是叫情境学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土 用同一种信仰 同一种语言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梦境 是一个影像 我们是活在影像当中的人 我们并不了解那个真实的世界 因此老子在《道德经》里头说 天地以万物为粗稿 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了 因为圣人所见略同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如露 人生如露 草叶上的露珠 晚上凝聚成的露珠 早上微风一刮露珠就掉了 是说人生的短暂与脆弱 在这么短暂的脆弱的人生当中 我们互相去厮杀 我们血腥 我们争斗 甚至我们还得了抑郁症 甚至我们还要跳楼自杀 你不跳楼自杀 早晚都是死 你还用跳楼吗 你不喝药你也会死 你还用喝药吗 因此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的人生迷失的是多么的深重 下面说 如电 这个电当然不是用的电灯的这个电 因为有发电机 那个电灯老是亮着 这个电说的天空的闪电 天空一个闪电瞬间就消失了 我们人类所创造的政治经济文化 我们耿耿于怀的所有的这个成就 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些东西 在整个余日当中就像一道闪电 我们说我们活一百岁 哎呀 百岁老人呢 弄个大寿陶给他 这一百岁 和物质世界相比 你活不过一颗银星树 那个银星树五百年八百年一千年 你活不过树 如果再把你放到广毛的宇宙当中 那就像天空中的闪电 瞬间即逝了 在这里佛 为了让众生明白空性 不要制作于自我的精神世界 用了六种比喻 这叫多边比喻 佛特别善于讲经说法 他会打比喻 会讲故事 会给你写诗歌 会给你讲名言 总而言之 是为了觉悟众生 让众生能够通过他的讲经说法 取得觉悟 在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也如电 应作如是观 我们把这个六种比喻 总结成一句话 人生 万事随缘 不要制作 任何事情都要随缘 不要制作 随缘是大道 一有制作就有烦恼 我非得要功成名就 我非得要多少楼房 我官要当多大 又如何呢 你稍微把你的观测点放远一点 在八公里外看地球 你觉得你的烦恼太徒劳了 因此 这个佛法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当然你可能听到不太舒服 那他太消极了 这佛讲的这个东西太消极了 当你讲佛法是消极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你是站在人的角度 在揣亮佛的心 因为佛是在宇宙当中看我们的 我们是在地球上看佛的 你和他的坐标是不同的 说说你要格外小心 佛讲的这些话 我们用真理去考量 他说的是真是假呀 人生是不是如梦啊 你不愿意接受 是你的情绪 事实就是这样 人生如梦 如梦幻泡影 佛说 四经以 长老虚普提 吉祖比丘 比丘女 悠婆塞悠婆异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这个 长老虚普提 为什么叫长老呢 德高拉长 叫长老 一般来说 都是终生出家 这个智慧和德行 都非常优秀的 才能够成为长老 比丘比丘尼 这个是背口背口 比丘比丘尼 是一种音译 就是出家人 托伯其实出家人 尼是女的 比丘是男的 优婆塞优婆异 是男句是女句是 优婆塞是男句是 优婆异是女句是 还有一些这个天龙八部 这个像这个天人 阿修罗三善道的众生啊 听到佛讲金刚经义以后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你们不要念成皆大欢喜 什么叫大欢喜 大欢喜是误了道了 才叫大欢喜 你发了财 娶了个好老婆 那叫小欢喜 那个欢喜的后面藏的是苦 误了道以后 这个欢喜 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欢喜 下面后说 信受奉行 这四个字呢 就叫闻思修 听到金刚经 明白了道理 明白了道理就是受 奉行 就是尊重的 公公正经的 按照金刚经说的这样 去生活 去实践 拿我们今天的这个 整个两天的讲座来说 就是断烦恼 正菩提 断烦恼 最好的法门 就是金刚经 金刚经是断烦恼的利剑 那么断烦恼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不能够觉悟的主要原因 就是烦恼 把烦恼断掉以后 心里头当下就会 光明清净 就像天上没有乌云了 太阳自然就照下来了 我们心里头有乌云的覆盖 当然就见不到自信的光明 因此说 信受奉行 是学修一体化 学了就要修 信了就要行 不能够把这个 知行 信节 分离开来 因此就叫信受奉行 我们用了这个 大概两天的时间 把金刚经 做了一个 盖要的论述 希望大家呢 透过这两天的学习 确实能够断烦恼 正菩提 万一断不了 就来习行事找我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面呢 还是用这个宝贵的时间 和大家来讨论一下 金刚经 和你的人生 有什么的困惑 我们都可以来 说一说 好 把话筒递过去 嗯 看你现在比较好 我早就想 人生护打不死 但是说话 如果这两天的这个学习 我们对金刚经 应该说是有一个 比较深刻的了解 那么我们做一个在家 那么怎么样 去如理如法的 去修此 跟那个宋 或者说是宋五 这个金刚经 嗯 好 请坐 看来他真的想修了 呃 由于这个佛法是心法 呃 佛法不能够盲修下恋 所以说呢 呃 第一步 一定要拜个老师 因为我们的人生 需要精神的导师 拜一个老师 他会在你这个修行的路上 不断的指引你 一步一步走向觉悟 这是第一件事 一定要拜师 嗯 第二个 这个拜师的目的是 皈依三宝 皈依佛法僧三宝 然后求守五戒 那么为什么要受五戒呢 一般的在家人不理解说 啊 国家有法律 又有道德 我已经很受约束了 我们为什么要去受五戒呢 因为如果不持五戒的话 就像盖房没有基础 呃 一个修行人 当然要要做到 不杀生 不头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东西 做不到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修行 所以说呢 要求守三规五戒 然后给自己设一个早晚功课 比如说我早上送什么 送什么经 我下午送什么经 为什么这样呢 当你把修行 养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它的利益 呃 比如说一天24个小时 你有22个小时都在烦恼 至少你在送经持住的这两个小时 你是清静的 就像你的手机 关机充电 我们有很多的人 为什么会狂躁 会抑郁 因为他的心在透支 他的神经每天绷得很紧 他只有透支的机会 他没有修养的机会 其实我们这个心脏 不管是有形无形的那个心 还是我们的心脏 它是最累的 就是精神的心脏 和肉体的心脏是最累的 因为从你 从这个怀胎的那个开始 心脏就开始跳动 一直跳到你死掉 你想一想 你都不给他休息的机会 然后还有我们的精神 白天你在想事 晚上睡觉还在做梦 我们的精神也不得不到休息 因此呢 给自己设置一种 一个早晚功课 比如说 晚上我用14分钟 把金刚经念完 那这个过程 就是生命充电的一个过程 再加上你对于精益的了解 你的智慧会增长 你的心量会扩大 然后你的人生 就会呈现一种 非常健康的状态 好 谢谢 师傅 孔言之乐和三昧常继 师傅都是诸法十项的本体上 开出了花朵 自然生发随应而现 人人皆有本资具足 清净无染 你有多可能 谢谢 这个孔言之乐呢 和这个得到法乐是什么关系呢 虽然这个问题不能扯在一起 但是他问的这两个概念 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孔言之乐呢 孔就是孔子 言就是言回 孔子在周幽列国的时候 被困在陈蔡之间 他依然能够弹琴唱歌 他为什么这么快乐 是因为孔子的内心 有了一种道德存在 不因为你用我和不用我 不因为生命的困顿而忧患 所以说这是孔子之乐 那么言回呢 他在悟了道以后 住在穷巷 这个民不堪其忧 回不改其乐 闲也言回 言回是一个闲者 他是一个悟道的人 他没有因为自己生命的 这个横通富贵 快乐 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穷困潦倒 这个苦恼 所以说那个在儒学里头称为叫孔颜乐处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学儒学的话 千万不要石骨不化 满脑子都是概念 那没有意思的 我把这句话改过你生命的状态 你学儒学 一定要呈现出一种儒者的这个这个中和雅志 你生命的状态非常好 你别给我扯别的 你纵是能够把论语背下来 但是你很焦虑 你很忧愁 那你都不是孔子的好弟子 那么什么是佛教徒呢 佛教徒在打坐的时候有禅约 学了佛法以后有法乐 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如果你这个状态不正常 成天神经兮兮的 佛力佛气的 然后你还给自己贴个标签 我在打坐 我在看经 你继续回家去修炼去 你别在这瞎扯 我们有很多的人 是说佛傍佛 他那个状态不对 但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孔言乐处 和佛教的法乐 他提供给我们生命的一种状态 你一定要知道 你生命的状态 是一种良性的 是一种清静的状态 那才是比较好的 好 谢谢 师父好 我在把自己修行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曾今天这么一个好机会 请教师 原来做学习心经 照见五任皆空 不利其苦口 这个照见 老师刚刚也讲了 照见是观照 而不是看见 是一种影射 做起来很难 做起来很难 所以我想有没有一个法能 能把我们这种照见和看见 做一个区分 这是一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在送经的过程中 或者在打坐的过程中 往往脑袋里面的这种侠念 比形式还没多 就是开始送兵的时候 会无端的出现一些邪念的 就是不好的一些想法 这种现象也请师父 见面临近 谢谢 这个照见是一种智慧 看见是第六意识的一种分别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呢 应该用智慧观照 而不要用第六意识去看见 当然你不可能一错而就 说哇 我现在念了一遍心经 我就要照见这个世界 我不要看这个世界 你做不到 因为它是一种功夫 你必须长期的修止观 有了定理 有了惠理以后 你才能够做到观照 如果你没有定理 没有惠理 你说我观照 我不要看见 那你是做不到的 因为它是一种功夫 不是一种说 所说的一种理论 虽然说你做不到 但是你要这样去训练自己 因为你要想要薄弱智慧 你就必须要学会观照 而不要看见这个世界 因为你看到的世界 是有参照物的 你看到的世界 是有取舍的 它是有毛病的 是不究竟的 然后呢 你刚才讲的这个 讲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那你行走我知道了 你问的这个问题呢 是一般的信徒都会问的问题 不是说你把因果讲颠倒了 不是说你打坐念经的时候 妄念纷纷 而是恰恰是因为说你 你打坐念经的时候 你的身子静下来了 就像一碗水静下来了 你看到水里头有杂质 它反正了你静下来了 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不干净的 如果你平时在喝酒 在划拳 在打麻将 在赌博 在飘娼 你已经行动了 你怎么能够看到 自己的心念是否情境呢 所以说你把这句话 恰恰讲颠倒了 那么这种颠倒的话 又是对的 为什么是对的呢 叫疏于静而风不止 你如果说坐在那个地方 心里头清清亮亮的 身体很自在 心里很清亮 那你就已经成到了 那么它就又反正了一个问题 你恰恰说明你需要修 比如说我们读一本书 读不下去 我们想一个很深的道理 我们想不下去 我们做一件事情 半途会放弃 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功不够 你的智力和你的定力不够 所以说你就会半途而废 凡是在世间 能够成就大业的那些人 叫世间定 比如说你当一个大领导 或者当一个将军 你面对这个千军万马 和各种乱局 你的心里如如不动 那也是一种定理 叫世间定 那么这个出世间定呢 是无相的 那个修行的高度就更难了 所以说 当你发现自己有妄念的时候 修行才刚刚入门 好谢谢 谢谢 因为我是以前喜欢看一些博学 所以这两天呢 基本上我觉得您讲的很多 我都能听明白 但是呢 我现在一想到明天就要开始上班了 工作中的好多那个复杂的局面 和一些的烦心事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每天出出时间来读读经 让自己这个身心很好 这个我能做到 但毕竟绝大多数呢 还得把工作搞定 还得往前走 所以说呢 我觉得是不是金刚经年 我这两天学了学去 我觉得是不是还更要有一种 是不是接下来 还要有更多的一种力量 和加强自己的意志 立往前来走 而不是说就是一种示然和放松 因为我现在呢 还不是佛教徒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这一种想法 这也是我目前比较真实的想法 没毛病吧 我说的是真的 我觉得必须更加的咬牙切地去战斗 学完金刚经 而不是说 否则每天花个十分钟 三十分钟 让自己读读经 那有什么意义呢 剩下的二三个小时 你依然你还是不行啊 还不如就在这个 实际的生活历练中 去拿出勇气去匹配 也许好 这是我正说的想法 真的是这样 好 请讲 是这样 分两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面呢 我们在人道当中 我们就必须按照人道的游戏规则去做事 我们把这种 你刚才说的那种叫社会责任 你在这个单位拿别人的薪水 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 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种负重感和这种责任感 是和金刚经讲的意思是不矛盾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你尽可能 因为佛讲的这个金刚经 绝对不是叫你厌世和逃避 所以说呢 当你明白了金刚经的空性以后 你去做工作的时候 叫 谁缘努力 努力谁缘 你努力的去做 但是我不计较最后的结果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金刚经的思想 和你这个社会行为高度的统一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而你不能够沉溺在 金刚经讲的这种放松 这种自在 这种空性当中 那是不对的 你明白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和尚 我也在拼命的写书 我也在拼命的讲经啊 是吧 我也会受到教内的排击呀 我也会受到别人的限制和打击呀 我没有因为他的限制和打击 我不去做 因此来说呢 努力谁缘 谁缘努力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会一帆风水的 我有算一本书出三年 三年被卡住出不了 我不着急不上火呀 为什么 我不是为自己呀 我为众生啊 妙能不能修起来 经能不能讲 这是众生的福报啊 是大家的事 又不是我的 我自己的事 我有什么着急上火的呢 所以说 这个把金刚经的这种思想 和你的社会实践高度的统一起来 由于你问到这个问题 我再给你讲一句话 人有信仰是好的 人学习某种理论也是好的 但是信仰和理论 千万不要脱离人心和社会现实 我们不断的要在人心的 这个考量上面 和社会现实当中 牢牢的去结合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你才是有价值的 当然讲到这里 讲到金刚经的时候 他比较高大上 比较抽象 那么你想 杨明心血 王阳明 他的人生充满了这个曲折和坎坷 他同样有心法 他同样取得了成就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人生的坎坷 他而去放弃和逃避 对吧 所以说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只能 只能告诉你 你更需要金刚经 因为你还没有修炼成功 你正在修炼的路上 如果你修炼成功了 你知道 就会知道 金刚经 其实给你的是一个金刚心 当你悟到空性的时候 谁能把你打败呢 人生是一场游戏 是个梦 你能做梦 我也能做梦啊 你要玩我就和你玩啊 我有什么不和你玩不起的呢 说一说 说明你还没有悟透 你如果悟透了 应该获得新生的力量 谢谢 好 如果没有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休息了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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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